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长官梁振英 上星期在达文大会上说 平民商界正是就着 占领中环研究民事索偿的诉讼 梁振英和商界可以说是向来话不投机 在特首选举的时候 提名梁振英的商界人物可以说是寥寥可数 突然之间 梁振英这么热情帮商界放风 很多商界人士都受宠若惊 但无论是粮粉地产商或商界议员 在镜头前后都跟人说 没有听闻有人打算向占中人士 做一个民事索偿 梁振英的消息又是由哪里来的 我们听闻自从月初占中运动商讨日 选择了三个方案 全部都有公民提名的元素 听闻梁振英之后的研判 就认为最终一个政改方案 其实很难满足到他们的要求 梁振英期后就在一个定期的饭局上 向在座的人士说 占中似乎已经是事在必行 到时预计中环就会逼满人 示威者会去到商铺、写字楼 拍打他们的玻璃 或不停要求借洗手间 提醒在座商界的代表要做好准备 有商界的代表就说 无论占领中环城市的机会有多高 商界一早都在研究如何应付 并且征诚法律意见 如何可以保护自己 包括是否要加装闭路电视 或者店铺在大厦需要多装铁杂 防止示威者的冲击 这些全是在考虑的方案 至于梁振英口中所说 商界想向占中人士作文事索償 这件事真的没有人考虑过 更加有亲中的商界人士 跟我们说相当不满梁振英 身为行政长官 在答问大会上 乱代表商界发言 其实看现在的情况 打压占中的声音 就似乎比支持的声音强了一点 正常之前都报道过 最想占中运动发生的人 很可能就是打压占中团体的人 因为你有理由周围囚团 假如占中运动 可说是狗言残喘下去的话 最终又由梁振英 成功处理了这个 被称为搞乱香港的运动 随时这件事 可以成为梁振英 争取连任的最大筹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